今天我們是新的嘗試 就是整音板 即是把音弄硬弄軟 我們會調整什麼呢? 首先第一步要調整到基本上得準 才可以聽到音色變化 然後調整完整 第一步調整音 以前已經調整了 所以第一步要打磨錘 把音弄抹走 第二步我們會把音弄硬 試一下加硬 因為音弄有分UP和BUN UP的意思是令音弄明亮一點 即是令音弄響一點 但就弄軟一點 完整來說最好是鮮立牛丹 因為你弄硬了它 再慢慢弄鬆它 去到你要的品味 但當然BOSOS 實際的操作只是單的 弄軟它 那如果 如果 這樣說 就搬用這些藥水 那 這些硬化劑 其實是有些藥浸的 因為香港比較難買到原材料 所以都買 都是PT Store 買現成的2號 中間硬度 一間 都不是一間 下一課 用到這個藥水 再講這個藥水 原理是甚麼 那 你每一部都拍少少少片 幾幾幾聲音 總之 聽聽聲音變化 那是否實際收到變化 聽到那麼敏感呢 那我都不是 那些讀音專家 就不敢說了 那 那 而最後一步就是 弄硬了 聲音變化 然後 接著 插鬆它 怎樣插 怎樣用力 用甚麼工具 那 也到過課 再講 那應該預計 大概三課 應該可以調整了吧 那 預備了四課 那 有機會不需要用四課 因為有些要 課程預備啊 講義啊 那些已經派給同學自己看 那 還有這個課程 就不可以經常開 為甚麼呢 因為這部琴 那些錘子 經理磨完整原音之後 已經是 那狀態變了 那 要再彈多一段時間 才它變回舊琴的狀態 那 所以變了也都很難說 那 經常開這些 真正的實習的課程 當然 家裡的操作過程 就隨時都可以 要真的有 一部琴 又 那些音 彈得很夠 認為不好聲 弄得變化到 稍微改善一點 去到 更適合你 那些 這個機會 就不經常有的 所以這次就盡量多一點同學上 結果就兩位同學上 先 那就分開上 有好處 分開上 因為 一個呢 就這樣想了很久 一個就是負責單數除仔 一個負責雙數除仔 那今天那位就先來 KD師姐 就負責單數先 那千萬不要 弄好別人的那份 記住 明天卡麥特 弄好上數 那有好處就是弄個單數 那一彈就 有什麼 弄好 那一彈 就應該聽到很不整齊的聲音 漏音 哪裏漏音 扎著哪裏 啊 扎著 這樣 今天是先做打磨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開始上課了 那我們繼續 先做上課前 即是打磨之前 一斤就打磨 打磨之前呢 就坦坦聽聽什麼聲音 就聽到那個聲音變化 那怎麼擺咪呢 擺咪位置就 當然很不專業 你錄音的水平計 那我們都聽到聲音就算了 變化 OK 放在這裏 用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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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插 這個也沒用到插 插得就死了 好 自己擺音 擺音 那先彈半音階 可以近一點都沒問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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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彈得一般,不要乱乱 大家聽聲變化 希望摸到之後聲音會比較滲滲 多數打摸之後聲音會比較圓滲 走音的感覺會比較少 聽到散散地 可能真的調音散散地 也有時會覺得徐仔的釘在影響上 感覺上的聲音會比較散 為什麼呢?可以來近一點看 看看徐仔有沒有影響徐仔 有沒有影響徐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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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釘在影響徐仔 一釘在影響徐仔 有些線會碰久一點 有些線會碰少一點 有些線會碰少一點 會令聲音會比較散 當然這部釘在影響徐仔有其他問題 有些徐仔不問徐仔 我們今天先不要理它 不要理它 應該要理它 不過我們暫時時間關係 即是真正做了 先理好這件事 再整音 但時間關係暫時 先忍一忍 不是太完美 接著要拆布鑒出來打磨 如果真正操作組 要鋪垃圾袋 那些格格塵 或者搬到別處打磨 搬地打磨都可以 繼續 我們把機身搬出來 拍到機身 當然你要找東西 戰戰這裏 真正操作 戰戰這裏 雖然是基本上 沒什麼可能覺得花 因為要找一下 戰戰它 或者找東西 鋪鋪這些地方 防塵 各方面 真正操作 這裏都挺漂亮的 這是PT Store賣的 做得不錯 很多人說 一張沙子貼下去 就賣 這裏整套幾十元 是否智商稅呢 那你喜歡就自己貼 幾十元智商稅 就算了 買個方便幾十元 還有它的膠紙很漂亮 因為它這種膠紙 你一般用膠紙貼 你會看到它 膠紙的厚 這些我猜 是它專門被人這樣貼的 即是那些 那些 雙面膠紙 它做得很薄的 一邊的膠紙就貼下去 所以很薄 等於像度上的膠板 你會問 那這種哪個買得多 我真的不知道 那而我們 它有120號 實際是100號 那320 這個120 320 600 那號數代表什麼 就不要記它 那原則就是 號數越小 就越粗沙子 號數越大 就越有沙子 號數的概念 即是它每一平方 有多少粒沙子 所以越大 就越有 而我們磨的時候 就先用 粗的磨 那留心 我給你看 那磨完第一層粗 就磨 320 就磨回滑 那如果想再漂亮 再滑一點 再用600 那磨完粗之後 就多數會有些毛毛面 那你是不是需要 一定要找柚的再磨呢 其實就是 如果你的目標 只是想弄軟一點 多數磨完粗那一層 就不要再磨它 不要磨滑它 放上去 所以聲音已經是 已經是 淋了一點 淋了一點 就已經可以 不用繼續做了 都會 可以的 那當然完整 然後整個漂亮仔 那 就要最後打磨 有的 磨完美 磨完滑它 就這樣 那跟著呢 那可以近一點 我示範點磨 那 單數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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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放一支咪 那支咪 收到很響響的 這支咪 放一支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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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用粗的磨 那磨的時候 留心一點 就磨平一點 就是不要磨到斜了 不要太快 好 那如果你看片 很多時候 找軟的砂紙這樣 扯 那 那些通常是 最後一步用的 就是磨滑它 因為 這樣扯呢 可以控制這個角度 控制打磨形狀 這樣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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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比較難控制 也磨得不快 那些是最後磨滑它 找了闊幾一次 磨幾個 磨好滑一點 那就合適 總之工具 就是 不同的目標 有些就實際需要用 有些就有少少方便 有些就可能你覺得 拍視頻好看一點 那樣 用工具的原因 就沒有很非的 那你講求 那個效果達到什麼 那那摸的時候呢 你磨回那個形狀 原本形狀這樣 一個理形這樣 那 那而這兩邊細細磨呢 那磨完就會靚一點 就是有些舊 舊的痕跡 磨回靚一點 那就磨 好 好 少少力 那收出來 聽一下 啥聲 見到起散霧的磨 那 那收出來磨到平了呢 那理論上就要 不過如果有些琴太舊 還是太深 磨到平了呢 怕真是磨完都不用玩了 那還有會不會磨得幾次 虧了 不會 一般你的股 你磨得三次 都要換了整個鎚子 那 所以買定告白 這個斑之後呢 跟著他們就玩換鎚子 全都換了 它 上不上啊 嗯 把攝影師會不會上 他不上就不開 他不上就不開 那 那 那這個 就磨到這邊 這個鎚子幾乎不開 這個鎚子很厲害 一十十聲就磨開了 十十聲就磨了 那 就不要這樣磨平了 手這樣轉 手扶著磨 就沿著它的形狀 是啊 行啊 行啊 不要磨到片了 這樣磨啊 是啊 這個其實不難啊 你 你想學習磨很容易 你這部鎚子 當然不要用這部鎚子 來交費啊 你去買一道籃頭 這批的兩三八塊錢也有的 買回家去玩玩試試 是要成功地磨 只要播亞馬哈 這樣 哦 我這個亞馬哈還可以 可以啊 那現在上個學就不需要買那個籃頭練習 這樣講就回家 需要才磨 不是 嗯 不不 不需要就磨 一般你談五六年一定要磨的 五六年還咋還有一段時間 嗯 你適合手輕啊 那這個 磨完去了很多毛毛的 試試啊 嗯 但我先不磨走 等一下談了聽聽什麼聲音磨完之後 所以今天可能要敲死 我看他們然後有的說 然後那個線坑不要磨到太平 要留一點點 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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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 不要磨到平頭 嗯 最好就磨到新的一樣 但是留一點點有好處的 嗯 就是免得太快磨 磨到這裡沒有了 嗯 因為有些它留一點點有個問題 可以是問題 就是 你再重新鑽上去時候呢 它對這個位置可能會跑一點點的 嗯 就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了 但是 是不是要做到完美呢 這個 只要考慮有沒有可能完美這個問題 這樣 那這樣 一般做到毛 幫我兩模 除了 Zar 然後 你摸一摸之後呢 舉一舉一摸 嗯 就是最高音要小心一點 最高音呢 這邊才太大 有時候不磨它也算 基本上沒有 你很容易摸到沒有 就是不摸也算 只要憑著那個風險 因為它已經快沒有 就不要摸它 摸它就出現出來 不行了 在尖尖有一點尖的形狀 就要摸摸給你看看 你要玩自己然後看 然後就摸 然後看它摸不摸就沒有得玩 先用這個一把摸 之後就拍錄影 然後就摸 現在要示範 本來就在下面 我就會在下面摸 然後上面摸 摸到這個中間 然後就從上面往下跑 或者在這裡 在這半圈跑 這半圈跑 因為有些動作我們手 也抓不到這樣摸 就這樣咯 嗯 好像這個不太好摸 這樣 一般我都是不會摸到中間的 一般我是這樣 我不要這樣摸到中間 就很容易把它摸去 就摸到這位置 就這位置 或者這裡中間開始這樣 就把針這裡有一點點 偏向尖的形狀 哦 這樣就 你摸到中間 你摸到中間 很容易把它摸平 嗯 用力你看到手是很有元的 不要用實力去摸 有實力去摸 有實力去摸一下 就摸塊就麻煩 要摸幾下 你看大大平 那時候 那時候 隱約 變了一點點 就摸到平 那 就 避免摸個尖尖 那裏 就是尖尖兩邊 慢慢收回形狀出來 看來真的要上屋四堂課 如果今天摸四堂課 都比工作人數多厲害 那時候 停停下 先 12點13分 即是上屋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 11點半 差不多整個小時 那這些手作東西沒有太快 當你見到廠 這部廠示範 就是用電子打工具磨 那些隔壁 那些廠是 現在都不容易 那都不容易 用手做 它沒有掃花 суп 下面 有電動工具 裝備 到來 現在整個部廠��고 呢 它吧也有 其實用電動工具 是用砖修 那個就可以了 你就配那個沙子的粗 都合適都可以 但是那個不好控制啊 不好控制的是啊 不是 我們要比較精細一點 還有我們不是工廠 縣上的工人 一般都是很難每天做幾台鋼琴的那個熟練 所以這是用手慢慢做 不要急 我們先面對最重客戶的 這麼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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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邊打磨 這樣就儘量直接磨到尖尖 即使尖尖兩邊磨出來 慢慢收起形狀出來 那旁邊要磨,那旁邊磨了,那些顏色就比較協調,更漂亮,更新鮮 我繼續放幾多麵包 哇,中音磨到一大半 那這個呢,就會先磨高音,那你就會試聽 然後再磨優沙紙,磨漂亮 那這些呢,磨了一些東西,怎樣拍到 那就是有些毛毛,不知道能不能拍到出來的 我就看到,那些毛毛,都看到那些毛毛,走出來 那新的對比,隔著看,是不是 新的對比 這個形狀呢,還有一些,真的有效服,做效服務的呢 那你真的都要磨好一點,像這些那樣 不是那麼帥仔 我不會讓你選擇磨磨磨的 那這樣一剃過,就不關機,就換機了 所以觀眾就看起來有些眼花 哦,實際上還要用左手,這麼好 那這個這樣,那其實那個形狀沒有問題 那但是一塊色嘛,一看起來就好像貶了這樣,我們視覺上 那所以呢,那都要留視一下 那我來看起來,我反而習慣了我用左手,然後右手 所以都要磨回 那中間,我就不要這樣膽子再磨去,這樣就不會磨平了 那這樣,那旁邊都要磨好幾個 這裡的舊底膜只能說筋筋那些點 你照點不要老是把眼光釘在這個尖頂 側邊要幹嘛這樣就 客戶一看上去就知道你磨的嘛是不是 不然他還說你磨塊這樣 其實你磨的是很好 也是破壞性最小的 當然也要照顧客戶的感受嘛 聽上去好聽看上去也要好看 這還有點痕子 不夠深還有痕子 不過重點這邊磨 你不要怕不折磨他磨不走 不是這兩邊分開去磨 所以也是好看 下邊好不好看 看不到 所以最好是放出去 媽媽在這裡丟著 等一下要清你不乾淨 那包包包感覺很清脆聲音 是不是隔幾間房間聽起來是很清脆的調整 那聽到可以音的其實調整 這條不錯一條的很好啊 以下是他清脆的聲音 剩離了兩間房間就走爛了 怎麼不是有沒有回音的怎麼 所以這個磨比較順手 這個也是比較精細一點點 這除得剛剛好 再除就磨得快一點 就磨得不精細 這個又磨得太慢 這兩個的話會不會上面和下面不一樣啊 有機會 你還看不到 所以你感覺 然後然後榔頭只有上面小下面到 所以你在側面也看到 但這個也很難避免 就是放平了有這個問題 再頂著 這個位置頂著 不方便 用手指 這樣磨 這樣推進去就好一點了 下邊也磨一點點了 所以還要在側面這個角度看上去 但這籃頭都是本來也是這樣 四四都是下邊大下邊小的 那這個沒有磨到我們 也是下邊大下邊小的 嗯 哦 它這樣設計 為什麼這樣啊 也搞不清楚 可能之前磨過 沒有啊 沒有啊 磨這麼多也這麼形狀 它是高手啊 嗯 那這個要 那這個要均衡一點點嘛 就不要看到好像 幾屁一個腳都感覺嘛 那這樣 那這就沒有磨過了 那這個就是 好像這裡劈了一腳嘛 就不好 這個磨幾下就搞定了 嗯 那就可以 美觀三好一點點 因為這個不是磨 這個我搞錯 這個是明天 的工作 我們進來這裡 左手 就是均衡一點點 都是焦了 但是均衡一點 鑽 鑽 均衡一點 這樣都是夠 是嗎 嗯 那就不要看到一塊 新一塊 這樣 那個視覺不差 就會覺得好像皮 那樣 這樣 有很多質疑 在一邊 上去啊 這個不錯 拉多幾下 這樣 小小的拉多幾下 搞定 哇 唱得這麼悲哨唱歌 真的 有一幕半周 然後呢 我們在做事的 好嗎 哈記 你也沒有啊 哈記 你也沒有啊 沒有法師啊 你真的 哎呀 真的 不就一頓飯嘛 哦 他他他他他 你拿到那個 天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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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如果她好好的 這個 這個 這邊 嗯 因為 看看她的 混濕一些 那 這個 這位置 你要狠少少 拆一下 就 這樣 這裡 噢 對啊 對啊 應該六個八聲 那些聲音不一樣 就 這樣 那馬上 马上漂亮了是不是 没觉得 可以了吧 可以了 然后他那个然后要不要锁下面 然后几下上面几下 你锁你 你可以控制到力度一样 因为你的手上下力度不一样 你挂的结果不同 所以还是要用野状去评估它 判断就要刮上去 判断就要刮上去 刮上去要刮上去 刮上去就要顶到后面 等我刮到后面 把这个结果顶到后面 在哪里 这个 看怎么取出来 我现在就是磨了 這個範圍的一半的錘子粗的磨 一裝上去就試一試聲音 然後再磨油 你裝給我裝 你拍給我裝 你拍給我裝 時間關鍵 等我先拿去 先沙漬抹衫 先沙漬 這支麥克風很大聲 這支麥克風很大聲 一裝就啵一聲 好,裝上去試探 好,裝上去定住 先試一下 好,裝上去定住 哇,這支麥克風很大聲 黑爆乾淨 很清淨 我試一下 你給我打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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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吧 耳朵 很有not 有些不起來 應該是提醒 好像是弄移到的 這一支很快 所以一定要試打 不要考慮 講的都是 再弄一弦 再弄一弦 就有中沙再有沙 那這個主要把面子磨走 就磨走,讓它平滑一點 那當然書啊很多講法 就磨平滑一點 那聲音會再明亮一點 那但每個隨仔發音都不同的 都要最悲試探為準的 那但其實剛剛才 試探覺得那些聲音真的要加強會響 那這個就可以 因為它是中沙,320號 那大力的磨都不怕這個 因為這個不會那麼容易磨走 所以它是用這個,中速燈 因為沙子比較優勢 然後它就摸到Benz 熟手,快幾多 但如果是二手廠 那些教琴公司 就應該找機磨的 那磨人工貴 那但你弄自己的琴 當然要好一點 是要好一點 那一口很厲害 是這樣嗎 是啊 對啊 我一早就找不到位置 我 不是不是 你一天都拿來試 那今晚,這些師姐也有 最優勢的,沙子六百號 那這個六百號真的要磨走 那些毛仔,磨滑它的樣子 還有大力一點都不怕的 不要說一下就磨了一發走 就磨一下刷子 把它磨磨片 磨光環 不用我怎麼說 磨光環咯 磨光環 這樣跟約語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 差不多 普通話就是什麼語言 什麼地方語言都好像有點像 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們廣東學 普通話就很簡單 就是廣東話說得不正確 就變成普通話 我看看沙紙 沙紙真是衰 哎呀 撞了相機震一震 不要緊 你看到眼睛 這個三油中門 但是粗這個 這個沙紙質的蠻好難忘之後 跟剛剛新的一樣 沒有磨的 一時都很耐用 幾十元都要用 所以都 以前就找 自己剪沙紙 找一把尺 夾在一把尺 托著用 買這個方便 不用這麼鬧 然後 平時工具箱 都要帶一套外出 有時候都要做 即是某些情況 假如它隨便鬆 左右擺放 很多時候會擺放 有貓好興的 飛針擺放 左右擺放 狀眼就會 撞到一塊走 你固定之後 聲音就很不合格 你也要把它磨回 形狀走 當然那顆錘子會四顆了 五兩 起碼 聲音都比較合格 可以彈耳先這樣 繼續磨 看看磨耳 之後怎樣 先把另一罐 放一把 鑊滑 放一把 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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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這個磨 放一把手指 托著 遮擦 不要 現在大力氣都不下 因為有沙子不會整份摸走 手指下面托住 這樣會比較快 摸出形狀更漂亮 再試一試 下一堂就摸高音 再試一試 再加藥水 再講解藥水的原理 剛才磨完 最有的就磨英俊了 可以近鏡拍攝那些帥哥 現在你拍拍得漂亮 拍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 拍得沒過和沒過的 嗯 那今天小聲音先來彈一下 半音階 在這單弦 它很明顯隔著聲音 上去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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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了一點好像集中一點 是不是生意做到就不知道 不確定聽到有點不同 那我拍的不是用心做的 咦 咦 咦 磨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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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聲音沒了,這聲音好像明亮一點點 不是像浴沙中可以暗一點,我就讓你好聽 這聲音沒了 忘記怎樣彈 我們磨了兩層有沙子 時間關係高音未磨 下一堂貨 下一堂貨也是Katy的堂貨 明天各位師姐會磨雙數這部份 看不見了 下一堂貨就磨雙數 看之後就 上一間藥水 P.D.Story的意好 能不能拍到嗎? 不能拍到 拍到 JAN 德國品牌 其實在P.D.Story買 我之前用過的也不錯 就是用鐵罐裝 以為玻璃罐 這樣就 就再試一下 應該這個效果會很明顯 應該就是 今天到此為止 再見 Bye